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阿力加密货币 我们今天的主要来聊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点呢就是关于比特币 2030年的一个预测 那木头姐他修正了他的之前 关于比特币会涨到150万美元 一枚的这个预期 那改成了380万美元的一枚 那第二点内容呢 我们讲一下这个Jesame 今天刚刚发布的这个2024年的路线图 那我们来着重看一下 这个有什么样的闪光点呢 对Jesame后面的这个价格 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第三点呢就是讲一下 那这是有一条信息 其实在昨天呢 咱们这个利哥区块链日报上 已经讲到了 这个Wordcon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 那我们展开讲一下 这个到底 为什么美国政府会支持Wordcon 那么在开始今天的视频之前呢 再跟大家展示一下 利哥加密货币的这个会员群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我是在昨天的时候 PO出来一张图 那我们投资的百倍币 已经涨 其中的一个 三个百倍币 其中有一个 现在是329%的涨幅啊 那这个可以 大家如果说有印象的话 可以看到是七天前 我PO出来的同一个币 当时呢是涨了205% 然后呢 大家在我的这个油管的这个社区里面 community里面都可以看到 我平时这个晒单的情况也好 或者是会员对这个群里面的这个评价也好 在这里呢 想着重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会员群到底提供什么样的内容 什么样的服务 那很多朋友不太了解啊 那我着重呢 跟大家来讲一下呢 那第一点呢 就是我要会手把手交你合理这个配置资产 让你的收益在牛市的周期最大化 那目前来看呢 是5到20倍的增长 那成功让你做到这种阶级的跃迁 那第二呢 就是群内会提供这种潜利币啊 比如说十倍币百倍币的推荐 精准的买卖点 那第三呢 就是会员一对一的服务 那手把手交你从零开始认识币圈 怎么选潜利币啊 怎么去做合约啊 或者有的人就不适合做合约 我们就就是让他劝退他 不要去做合约 然后免去这种亏损的风险 那第四点呢 就是会员群每天进行这种热点的分析 比如说这个比特币的走势分析啊 结合新闻面 然后分析最新的这个投资方向 和最新的全球经济政策 那第五点呢 就是指导你向加密货币领域的 这个KOL方向发展 那全面教授各种指标 研究工具等等等等啊 那让你有一个开拓 第二职业的这种条件 那第六点呢 就是会有这个项目方的空头和白名单呢 送回会员 那第七呢 就是免费咨询移民服务 我希望大家呢 那跟我赚到大钱之后呢 都多一本护照啊 多一个选择 那第八点呢 就是会员文字聊天一对一指导 有问必答不限次数 第九呢 就是会员享受每个一次 攻击一个小时的电话的咨询服务 那资讯的内容呢 包括但不限于以上的内容 那怎么去加入呢 这里有一个助手的微信啊 大家去看一下 然后呢 如果说你不喜欢用微信的话 在电报群里面 免费的电报群 这链接也有 找到我本人或者是立歌助手 注意呢 一定是这个群管理的这个助手啊 不是其他的骗子的那个助手啊 一定要一定要注意啊 好 那么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 也是做一个免责声明啊 那本期视频呢 纯属个人观点分享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啊 如果说你不太懂的话 请不要轻易的去投资啊 好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 那木头姐呢 再次追捧比特币啊 他说这个比特币在2030年的时候啊 之前他有一个预期呢 是150万 那么现在呢 他就把这个预期呢 调到了380万了 那他的这个预期呢 就是是有他的这个基本面的变化 跟我之前视频里面分析的一样子的 他说这个即将到来的减半呢 哎 这个与之前的类有产生类似的效果 那既在2012年2016年和2020年三次减半的12个月里面呢 那比特币都是涨了 分别多少呢 是8069% 284%和559% 那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关于这个木头姐啊 那这个是确确实实 他的格局呢 是比我们很多人都高 那我们看的话 最多也就看到100万 他在这个去年的时候 他就喊出来是150万美元一枚了 所以说这个格局呢 是没办法比的 毕竟人家是这个女版的巴菲特 对吧 那虽然说他在这个投资coinbase这个里面呢 呃 有很多的亏损 那在去年的时候 我还专门出视频嘲笑过他 但是呢 目前来看 他们的这个二克的这个21的 这个比特币现货伊田股基金 也是购买比特币非常猛的一个主力之一 他对这个预期的变化呢 预期的一个调整 那我觉得也是有他的这个 呃 这种各种各样的这个理论 作为基础的啊 那所以说我认为呃 有可能啊 那有可能 那我是赞同一部分 呃 但是呢 我还是没有那么高的一个预期啊 我们就是关于这个比特币呢 那我们只能说是走一步看一步 毕竟呢 这个这个比特币啊 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到 那从现在看这个六年之后的一个情况 那目前的比特币的价格呢 只有是六万四千五百多点 那从六万四千五百多点 涨到三百八十万 这个这个幅度呢 确实确确实实是超过了我的预期 我并没有想过比特币会涨到三百八十万 那么高啊 OK好 那么如果说你对这个木头姐的这个预测呢 有任何的看法呢 请在这个留言区留下你的观点 好 那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部分啊 这个杰斯梅 我之前在这个频道里面 做视频专门讲解过杰斯梅 当然了 一期视频是没有办法 把所有内容讲清楚的 那么这个呢 他是在今天 刚刚公布了一个 2024年的路路线图啊 看看这个 我把这个屏幕往这边挪一下 让所有人都能看清楚一点啊 OK好 那他这个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2024年的这个路线图啊 他说这个 其中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物联网的设备 一个是人工智能的定制 那这是两个大点 呃两个大点 然后接着第三个有一个这个呃 代币的经济学啊 那么 他说这个物联网呢 是第一季度呢 杰斯梅将于领先的物联网的设备公司 当然了这个设备领先的这个设备公司 他并没有公布出来 他可能会在呃 未来几天之内会陆陆续续 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那这也是这个一点一点挤牙膏一样 但是呢 我觉得每一点 每一次他们透露的这个消息呢 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利好消息 所以说 杰斯梅目前来看 他在这个震荡完了之后呢 他可能会选择再次上工 那如果说这个公司是一个非常牛的一个大的公司的话 那会势必会对这个价格产生很大的影响 那杰斯梅将在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 与这些公司合作开发新的功能啊 这都是物联网方面的 那进这个进入到这个 他说这个三年 我觉得这个好像翻译的有点问题 他说第二第三季度到第四季度 那杰斯梅将展示物联网数据利用的切实的好处 OK 好 那这是关于这个物联网方面 那OK 好 那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人工智能定制啊 那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期间 那个人数据所呢 将融入新的人工智能的功能 那增强其对用户偏好的适应性 那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 杰斯梅将通过集成AR来增强起区块链PC的功能 我们之前这个专门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讲到他的这个区块链这个安全的PC 那他是目前要用这个集成的AR来增强这个功能 那这是人工智能啊 那我们目前来看到杰斯梅的 他属于什么呢 物联网人工智能 这一次的这个路线图里面好像没有看到Depin 但是呢 我们再往下看啊 他说这个要要开发一款钱包 这个钱包 钱包呢 那积分系统将于第一季度在杰斯梅L1上发行 并融入杰斯梅的生态系统 那他将使用KYC用户之间的KRQR转账与稳定币合作 当稳定币获得许可证实 积分系统将首先运行 那第二季度呢 那杰斯梅将扩大其交易生态系统内的合作啊 促进无缝代币交易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如果你仔细想一下这个他是呃有稳定币对吧 那有他的这个交易生态系统 还有这个无缝的代币交易 那这就是一个小型的一个交易所 那如果说做的好的话 他可能那要做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易所出来 那目前我们还没有听说日本有什么 加密货币的交易所出来 那如果说杰斯梅啊 首先来做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做了一个交易所出来的话 那这个无疑是对杰斯梅有一个巨大的一个利口出来 OK好 那接下来呢 他说这个lock up 他说要锁一部分的代币啊 这个是 1亿的代币 第二季度4月份开始将锁定这个代币 那第一季度引入交易所挂钩锁仓功能 那增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OK好 下一个重磅的一个利好消息 就是碳信用额的交易所啊 那你看很明显了 那除了加密货币交易所之外 他们还做一个碳信用额 那大家都知道这个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国家 他这个碳的指标 他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啊 比如说你们这个国家这个重工业工厂 那污染很大的话 那这个碳的他有一个信的额度 碳的这个排放的额度 那排放少了之后呢 呃 你就没有办法去进行你的生产了 所以说你必须要去别的国家 或者别的公司去购买这个碳的额用啊 信用额 那他们现在率先要做出来 这个碳的信用额的交易所 那将在第一季度建立基础交换功能 那第二季度 该协议将通过代币销毁 来实现信用的抵消机制啊 那再一次看到代币的销毁 所以说这个 Jesme目前他所有的500亿个代币 全部都在市场上流通 那而且呢 他现在的这个是小于500亿 因为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在销毁 那如果说 呃 前面这个有锁定1亿 然后呢 在这个碳的交易所里面继续销毁这个代币的话 那么这个Jesme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 通缩的一个状态 OK好 下一条信息是这个 Jesme将在第三第四季度呢 申请相同标准自愿的市场 那该团队希望在第四季度获得这个J信用认证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J信用认证是什么东西 那回头我们再继续研究一下啊 那下一条呢 就是这个第四季度推出测试网并促进有限的交易活动啊 然后产品合作 那该协议将在第四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通过区块链PC进行信用联联动的合作 OK好 那接下来就是他们这个首席财务官他的一个发言了 我们就不去过多的赘述了 那目前来看整个的这个2024年的路线图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 那目前这个价格呢 并没有跟着这个路线图的公布而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飙升 那但是我认为在这个未来啊 某一个时间段啊 可能会很快 然后这个价格呢 就会呃体现的体现的这个价格上面 这个利好的完全的这个利好消息 尤其是第一点这个领先的物联网设备公司 那是哪一家公司 等他公布的出来的时候 那价格呢 就会有很好的一个体现 OK好 我们进入第三部分的内容啊 那这个昨天咱们在这个呃 零个区块链日报上啊 已经讲到了这一点啊 但是呢 我觉得昨天讲的并不是很过瘾啊 而且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讲清楚 呃 也有朋友在问我 那为什么从这条新闻里面就看出来是美国政府 来支持了沃尔库呢 那首先这个就是考验你这个语文的时候啊 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你要对这个语句呢 进行一定的这个深刻的了解 那然后你才能读懂这里面的那种 那首先 首先这个事情呢 是肯尼亚一个政府 他们停止了 暂停了这个沃尔库的运营 这是去年发生的事情啊 那2023年这个地方也显示出来了 那他 暂停沃尔库的这个运营之后 那美国政府对他们发了一个通知 然后让他呢 让这个政府呢 去撤销对沃尔库暂停运营的这个这个通知 让让他们去去去 去这个撤销 这个这个这个东西吧 然后呢 这个最近出来的 这是3月22号的信息呢 就是这个国家肯尼亚呢 拒绝了美国政府的这个请求 然后就这这个句子很奥口啊 但是呢 你这样理解的话就是 很明显就是美国政府是直接支持 那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支持 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 三姆奥特曼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啊 那三姆奥特曼 我们看看他是1985年啊 出生在这个在这里啊 1985年出生在美国的芝加哥 是一个什么呢 犹太人的家庭 OK啊 这这都是重点啊 这都是重点 那在美国犹太政府 尤其是在整个 整个社会 这个高端的这个资本市场里面 那犹太人 是占有很大的一个席位的 那呃 这个这个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维基百科上都有 三姆奥特曼所有的简介 呃 但是呢 我比较感兴趣的话 就是最后一点 他这个关于从政的这个事情啊 那这个RECOR的这个媒体呢 曾经报道 2018年的时候 三姆奥特曼呃有有可能的会参加这个加州州长的竞选 但是呢 后来的他并没有参加 但是呢 从这一点上来看得出来呃 这么有影响力的一个人 那么在2018年的时候 其实这个三姆奥特曼并不是特别的显眼 那在2019年之后 他开始呃成立这种什么OpenAR这些公司 尤其是在2023年的年初开始之后 才进入了广大这个人民群众的这个视野当中 大家才知道三姆奥特曼是谁 那之前的话 因为他做出来的所有的这种企业也好 什么公司也好 并不是很很强眼啊 那么随着这个OpenAR的不断的发展壮大 拆在GPC的这个普及开来 那么三姆奥特曼逐渐的被人们所认识 那么我之前做视频也讲过 那如果说当时你跟着这个一块去投资 Walkon的话 那么Walkon现在来说至少有四倍的这个收益了吧 啊 那么这个Walkon呢 也我们我们讲到这个三姆奥特曼 那他是一个传奇的人物 那我认为有可能啊 有可能某一天会看到三姆奥特曼去参选美国的总统啊 因为他是符合这个条件的 他是在美国出生的啊 那么又是这个白人啊 然后呢又是这个呃犹太人 对吧 那这个所有的条件他都是符合的 再一个呢 是影响力够了 那在这一点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2020年的时候 他曾经帮助过 他这个帮助这个Andre Young 杨安泽来募集这个竞选的这个资金 然后呢 在2020年5月份的时候 然后他又给拜登的这个参选的这个组织呢 就捐款了25万美元啊 25万美元其实并不多 但是呢 那我觉得从这一点上来看得出来啊 他是这个属于蓝色的 属于民主党这一片这一块阵营的 然后呢 这个杨安泽大家应该有有所耳闻啊 杨安泽他是支持这个UBI的 就是Universal Basic Income 也就是说每个月给所有的美国居民去发这个 当时他说是应该是2000美元 后来这个随着这个物价通胀啊 通胀通货膨胀的发展 那可能这个2000美元就会变成了3000美元 那3000美元真好啊 他就是这个work on 他白皮书里面讲到的这个要给所有的参与者啊 所有的参与者来发这个钱啊 那从这一点上来看得出来啊 那美国慢慢的正在接受当时杨安泽的这种理念啊 虽然说这个不是明面上去支持啊 但是我们从种种的这种新闻的迹象上来推测出来 那美国慢慢的在接受这种理念 所以说美国开始支持work on 那支持work on呢 而且呢要把这个模式要推广到全世界 再一个呢 这个Sam Ultimate这个做的这个work on呢 他是搜集了 就是搜集你的这个演的红魔数据 那虽然说我们从这个开源的这个数据上来看得出来 红魔数据并没有传输到这个work on的这个服务器上面去啊 并没有储存你的红魔数据 但是呢 那我们有理由认为 即便是你的红魔数据 他转成了一串数字 独一无二的这个数字 但是呢 有了这个独一无二的这个数字 他是不是可以去反向 再去恢复这个红魔数据啊 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个话题 但是呢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去支持work on 有没有可能是美国政府也想要种种的这种数据 然后呢 来去控制一些国家 控制一些人民 那这些呢 都是属于偏阴谋论的一些猜测的 但是呢 不管怎么样 那美国政府支持work on 那对我们炒币来讲 那work on的价格呢 就会慢慢的显示出来 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那大家应该都记得在 大概在五六年之前 这个XRP啊 瑞波币 瑞波币当时是被美国政府起诉了 但是呢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支持了以太坊 那支持了这个Vision啊 Vitalik 五六年前我们算的话 2018年的时候 那当时的这个以太坊的价格 还是很便宜的时候 跟瑞波币 他们几乎就是不相上下的一个市值 但是啊 瑞波币被美国政府进行打压 然后我们就看到瑞波币 现在一直在那趴着 那我们看到这个以太坊的生态的发展 庄大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这两个公链呢 并没有区分的太别特别开啊 那这两个公链 其实啊 如果说给瑞波币足够的空间去发展的话 那么瑞波币也不会很差 但是呢 目前来看瑞波币就是像死了一样啊 与此相对应的这以太坊的生态呢 就是繁华似锦 那这就是一个区别 那我们同时看到这个Walkon 如果说美国政府 现在去安地里去支持他的话 那我相信Walkon一定会进入到前二十 市值前二十 那这是我的一个推测啊 那我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的formal这个项目 那我自己呢 也是重仓进去了 那么我希望这个Walkon 能会给我一个带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收益 那希望啊 所以观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能在你去投资这个Walkon的时候 也去做自己的这个research do your own research 然后呢 如果说Walkon真的是达到了我们这个预期的话 那我有可能很多人通过这一个视频 那么就实现了财富的自由 实现了这个阶级的跃迁 OK好 那么我们简单总结一下 那本期视频讲到了这个比特币的这个预期 2030年的预期 木头就给出来的预期是380万美元 然后呢 我们接着来讲了这个Jesme的这个路线图啊 那路线图里面是非常亮眼 然后呢 还隐藏了很多很多的利好消息 等待着一步一步的释放 那第三点呢 我们就讲到了这个Walkon的这个 为什么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虽然说我不敢继续往下深挖 但是呢 从美国政府来支持Walkon这一点来看 那Walkon未来的这个价格呢 一定会超乎我们的预期 那我之前对Walkon的预期只是到10美元 但是很快它就上去了 虽然说现在在回调当中啊 但是这个Walkon我觉得一定会 是未来一颗非常非常越野的星啊 然后呢 会带着我们很多人走向财富自由 OK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内容了 那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一定要点赞这个视频 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